什么样的年龄绝经会刚刚好呢 女性绝经期的时候身上会出现那么三种信号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最近有一个50多岁的女士来找我 咨询月经方面的问题 她说自己的经量很少 好像有绝经的这个样子 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更严期 要不要调理调理 其实这个女人一生都会有这个绝经经历的过程 绝经就是因为卵巢功能的衰退 月经停止了 在这个时间段 很多人会出现这个什么心烦失眠 倒汗容易激动 情绪不稳定 总是感觉没人理解自己 有的还扮有这个腰气酸软 胃寒治冷 甚至有的很形象的说这个身上的汗 突然的一股子汗 过了就没了 这个我们称之为绝经综合征 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人就说你更年期 我们看这个女人什么样的年龄 绝经最好 那这三个信号又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看这个53岁的一个女同志 从年龄上讲的 她已经进入这个绝经期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有一个信号呢 就是年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皇帝内经呢 说这个女子以七朔为主 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七岁的时候 女子七岁了 慎气盛 法齿耿 二七天归治 二七呢就是14岁的时候 月神来下 如果是到了这个 你像他里面分的这个四七啊五七啊等等吧 如果是到了七七呢 就开始任脉须 太充脉衰弱 天归节 地道不通 所谓这个天归节 这个天归啊 我们说过这个 皇帝内经和伤寒论 有的时候它会存在这个争议 我们不讨论那个 地道 所谓的地道不通 这个呢就是指绝经的意思 故 行坏而无子也 知道吧 说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怀孕了 说这个七七呢 就是49岁 所以这个女性平均的绝经年龄呢 都是49岁左右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呢有什么抗衰疗的技术啊 医学技术的发达呀等等啊 再加上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 那所以很多人呢 这个绝经期呢 可能往后推 但是也绝不是说绝经期越晚就越好 或者说越早就越好 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45岁到55岁 这个绝经啊都属于正常情况 有的说是提前呢 就不好身体就出现了早衰 有的说推后了也怎么样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越经周期延长 本来原来28天的 现在一下40天啊 甚至有的呢时间会更长 那当然这个越经呢 是要以规律为主的 如果你每次就是三个月来一次呢 这个也正常 怕就怕你这个月可能20多天 下个月就成了40多天啊 再下个月又变成了30多天啊 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就预示着你进入了这个绝经期 就是第二个信号呢 就是越经不怎么规律 也就是年龄到了 越经还不怎么规律 第三个信号呢 就是肝气愈结的表现 你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这个心烦啊 喜怒无常啊 觉得自己委屈啊 甚至有的莫名其妙地想哭啊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 这个时候呢 女性呢可能就要进入绝经了 所以说如果身体上有这么三种信号 首先是这个年龄到了 第二呢 在这个时候呢 越经不怎么规律 然后你去做这个检查呢 又没有其他的病变啊 这个时候呢 还有这个一系列的情绪问题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考虑 我们俗话说的就要绝经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更年级综合征 也就是绝经的综合征 如果说是身体有不适的呢 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但是这个呢 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综合征人